好 主持人歡迎 帶您關心 台北市長講完今天是到台北市議會這邊 來進行專案報告 報告內容是包括基態大植案 以及大巨蛋的壓力測試賽等等問題 議員也都相當的關注 不過議員還是相當關注的另一個部分 就是在日本學者小莉元猩猩 他就預測說賴清德這一次 很有可能來當選這2024的總統 不過資深媒體人中年化 他就認為說現在中國正試圖的 想要介入這次的總統大選 好 增加下一次賴清德要連任的難度 而他就點名說 蔣灣有可能下一屆二零二八 會代表國民黨來挑戰總統大位 對此稍早議員也拿了不落跑的承諾書 要給蔣灣簽 馬上來看一下稍早狀況 簽還是不簽 來 你如果 如果簽的話 那我給你拍拍手 就代表你敢承諾不會落跑 但是你如果不簽 那就代表你在第一任市長的時候 其實你也在想著你未來要選總統 不是嗎 來 我有準備 我來準備啦 市長 議員啦 我做市長還沒一年啦 沒關係啦 我就是環德公 你現在做幾名 其實我很 你現在工作我們也希望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對不對 關心市政很好 是啊 怎麼那麼想要我離開 沒有 我沒有要你離開啊 我還希望你可以繼續連任 所以我才問你二零二八啊 好 可以看到喔 蔣灣是認為說他其實也才剛來當市長 不到一年的時間 怎麼議員就這麼想要叫他走 而最後當然是沒有簽這個落跑承諾書 以上就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